2023年4月28日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因为那一天《场空之王》将正式上映 其实五一档的电影几乎都是这个时间上映大家都一样 只不过《场空之王》特殊就特殊在除了国内之外 北美、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新西兰也会在那一天随着中国一同上映 堪称正举 一部电影作品在海外上映播出就已经确认了七国同步上映的操作可以说是钱无骨人了 其他作品大多是在某国首映后口碑票房反响都不错的情况下才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而《场空之王》很明显就已经提前预判了自己的票房与口碑 并且有实力有自信有财力完成多国上映这一操作 而今《场空之王》即将上映的第八国就要来了 它就是英国虽然不是同步4月28日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式上映 而是当天进行超前典映 将正式上映的时间放在了5月5日 只比大家晚了7天时间 如此一来《场空之王》还没有正式上映就已经达成了八个国家联映的成就 纵观整个电影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 在国内虽然很多人都在等着《场空之王》的上映 但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先行看过这部作品了 观众大多都是空军或者空军学院的学生 作为最能够了解这部题材细节的专业人员 他们给《场空之王》的评价都是极高的 作为王一博的敌长子 粉丝们十分看重这部作品 黑子们也不遑多让 赎金的好口碑是出自这些飞机专业人士之口 他们自然没得黑 总不可能疫情只会拿起键盘的黑子比空军派等飞机吧 但针对王一博的造谣可从未停歇 他们讲的最多的无非就是《场空之王》的路演王一博从未出席 是不是王一博一看到去到的是学校旧处了 应该是他学识不够吧 于是当片子黑不了的时候就开始针对演员本身了 甚至于他们将这一造谣丑做得愈演愈烈 尚不知王一博形成的路人也产生的共鸣 可实际上在跟拍王一博的代拍镜头下 不难看出王一博在金色争图剧组的戏份依旧反正 自从他进组金色争图后 日常工作都是12个小时 有时候17个小时也是有的 4月20日王一博8点35分离开酒片上班 晚上9点18才回来 4月21日王一博早上8点05开始上班 次日凌晨1点28分才回来 而在早上8点多王一博又一次出发剧组了 在这种高强度的拍摄下 王一博又怎么会去参加《场空之王》的路演呢 在《场空之王》还没有正式上映之前 完成自己作为微热来的塑造 之后全心全力的参与雷雨的宣传才是震惊事 难道在宣传之时就两手抓 等到了《场空之王》开始跑路 演了王一博再请假回剧组拍摄吗 只能说王一博的确是过于优秀 存在感也过于强了 黑子们无时无刻不盯着他 甚至选择现以往王一博正在拍戏的事实 也要给他扣上不敢参加路演的帽子 只不过他有每日记录他行程的待拍 证明他的行踪 毕竟好演员都不能压戏 王一博又怎么可以频繁在塑造位说来 与亲自出席路演宣传雷雨之间横跳呢